就是大家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香港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無論是所謂的黃絲也好 甚至是所謂的藍絲也好 是習慣了將政治議題視為政邪之爭 而不是將它視為不同人有不同理念之爭 那個分別很大的 因爲第一套就是你死我活的 第二套就是真真正正的那種民主精神 就是大家可能理念不同 可以就這些東西咬餐死 就是咬完餐死之後大家晚上出來吃飯 就是那種這樣的心態 我覺得是我們作為香港人 經過這幾年的創傷之後 來到一個真真正正的民主社會 我們是要習慣回正常民主的節奏 也去體驗民主究竟是怎樣活出來 而不再是那種很你死我活的心態 來到 你好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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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